我不会妄想未来怎么样 但我想明天要怎么做 到了事情来了 我总要把它做得更好 把它做得更多 只想着要把事情做得更多 做得更好 对未来之事不贪愁 对过去之事不懊悔 星云大师自幼困苦 淡雪发愿 愿世人温饱 愿众生富足 欢迎回来我们热线追踪的节目现场 讲到星云大师 大家立刻想到的就是佛光山了 不过佛光山的创立经过 真的是相当的辛苦 民国56年 当时的社会风气 从政府到民间都在宣扬基督教 而当时呢 星云大师决定要创立佛光山 取名的时候 有这个佛字 有人信誉说实在是太敏感了 把它毙掉吧 但是星云大师坚持以佛为名 就是希望能够让佛光普度众生 而这中间有哪些建立过程的心酸呢 我们待会儿一块告诉您 更特别的是 星云大师他提倡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的概念就是 佛教并不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并不是躲在山林里头自修 而是要积极地入室 帮助众生 而佛教并不困难 就是在人间 在生活当中 能够落实 再简单不顾的道理 我可以和生日和少女情看得到一大片 佛教是从山林正上学会 从这个寺庙直到群众里面 从这个寺庙直到群众里面 那个寺庙直到群众里面 没有开发 没有人 没有电线杆 没有电线 怎么也有广呢 荒山中一闪而过的金光 就像是雷击般的强烈感受 打入佛光山 开山宗长星云大师的心中 告诉着他 接引大佛将要驻足于此 昂然站立的大佛 指引世间寻佛路 民国56年开创的佛光山 坐落在高雄县大树乡的山头之上 这里是佛教文化重镇 但在40多年前 当时的第一夫人蒋宋美玲 因为出生在虔诚的基督教家庭 后来更促使 已故总统蒋宗正 接受基督教的洗礼 社会封庆受到政府影响 倾向排斥佛教存在 新云大师力排众议 用佛字招式决心 你要到政府主管 你要信基督教才可以 你要出口去审召 行而信基督教才可以 宗族不信基督教就不行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个人 我觉得我要建寺庙 我必须要有这个奥利的环境 奋斗 要不一样 叫佛光山 我要一不足而不休 打起佛光的招牌来 我就是弘扬复发 我就是要扑督众成 就算有了弘扬佛法的堡垒 但要让信仰从无到有 从抵制到接受 这份担任先锋的拓荒工作 新云大师一肩扛起 我记得我们花钱 已经卖了电视的实战 但临时他们去到命令说 不可以了 出家人在电视里面出现 我也很有趣的问说 电视剧里面不是常常有出家人吗 他说家户上可以 政府上不可以 一砖一瓦一砂一石 耗十七年建造的大雄宝殿 是佛光山的信仰中心 信仲来着献花向佛祈愿 没有点香的梵文入节 相信新城胜过一切 大雄宝殿土地面积1080平 殿内供奉三尊大佛 墙面上还有14800尊的大小佛像 在万灯照耀之下 宝殿更显庄严 我现在带你们来成佛大道 大雄宝殿前的成佛大道 可容纳超过三万人 大道上的方形水泥块 象征的是袈裟上的图案 但在当时要盖一条路 少不了又是一笔庞大经费 为了节省开销 像是水泥块上的线条 就是星云大师趁着水泥未干时 率领弟子们亲自用铁刷刷出来的 个人没有一片土地 也没有两袖清风 但是凭着他的信念 最重要是他能够 让许许多多的人愿意追随他 他没有钱 但是从来又不切钱 因为大叔很多艳丽 他的艳丽很大 那很多人都会来 都会给他感召 我不会妄想未来怎么样 但我想明天要怎么做 到了事情来了 我总要把它做得更好 把它做得更多 只想着要把事情做得更多 做得更好 对未来之事不贪愁 对过去之事不懊悔 星云大师自幼困苦 淡雪发愿 愿世人温饱 愿众生富足 曾经恶到自己没办法的时候 路都没办法走路 但是他讲到一句话说 将来我有能力的时候 我愿意大门开着 让大家都可以进来吃饭 我们一打板吃饭要打板 打板的来了 结果信徒就可以自由到塞堂 一起跟我们吃饭 如今佛光山是台湾第一大佛寺 但辉鸿的格局与雄伟的建筑 却不是星云大师的开山初衷 政府也不准我们办大修 甚至总学 终止都不准 极度申请没有办法 当然还是办个小鬼部的副学院 那个地方也很难找 后来看到佛光山 因为这里地不好 很便宜 净化人心就是在净化社会 人心好了社会就好了 那么人心好要好 社会要好 要从教育找手 净化人心的力气就是教育 星云大师虽然连一张毕业证书都没拿过 更从未受过正统教育 却深知教育就是改变恶劣环境 净化社会的根本力量 因为自己没有受过很正规的教育 觉得自己有所不做 想到未来的辅教 不能都像我们这一代 只在寺庙里面自无自行 自无扬成 大学要投资多少 我说大师你有钱吗 每一次碰到这个问题 他都答复说 有佛法自有办法 结果他号召百万人心血 所以像现在的佛光大学 就是这么搞起来 他认为教育 一个人是很重要的 那么尤其这个大学的教育 高等的知识分子之外 更重要的是他是品格的养成 他到现在八十几岁 他是每天都在动他的智慧 用他的智慧 看看我还能做什么 没有一天停止思考 停止奉献 星云大师把自己生命的过程 当作他唯一的一堂课 人间佛教就是这堂课 给他的唯一考题 他常常讲说 我一生所努力的 我一生在辛苦思考的 就是如何让人家懂 在过去 每当听到佛这个字 非信众者的心中 浮现的就是难懂 尖色的出世教义 但星云大师认为 佛教要成为人的依靠 就必须走进人的生活 用最浅显的文字传达佛法 再用流行音乐加以包装 星云大师把音乐 变成佛法与众生的桥梁 我愿做一盏路灯 找佛黑暗指引光明 我愿做一棵大树 跟他自己的兴趣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只是说为了佛教的传播 就弄音乐 所以他一直很在意这个 因此他做了很多的歌词 那事实上那个都是佛法 50年前 星云大师在宜兰弘法 就成立了青年歌泳队 希望能用歌曲引导青年学佛 民国92年起 更举办人间姻缘创作比赛 星云大师作词 全球争取 在邀集流行歌手演唱发行专辑 用颠覆传统的方式 弘扬佛法 对 因为他也有创意 他有这么丰富的知识 这么大一个智慧 所以才可以把佛法这样推向前世界 向前高雄县长杨秋新的佛光弟子 全世界多达数百万人 星云大师来自世界各地的出家弟子 也有超过上千人 在民国80年成立的国际佛光会 更是全球最大的华人社团 遍及五大洲 共计有超过170个地区协会 创建200多所道场 星云大师把佛教带向世界 把一己意念化作万千力量 奥子 他说政府说 我有一块土地 证送给你们佛教 你来进寺庙吗 我这么好 当然我就去寺庙 过去大家都认为 这个佛教呢 是东方人的宗教 现在它已经推广到五大洲 都有这个 佛光山的寺院啊 道场啊 所以我个人想要怎么做 也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姻缘来照顾 哎 我就很方便 把一切成就归功姻缘 星云大师用淡然的态度 看待外在世间的赞誉 却用积极的行动 争取内在心灵的提升 好多人 好多人 我来说